大家好,我是奧地利銀資電子藝術捷 台北佛摩沙花園島嶼重遊的共同策展人陳仲賢 在沉浸之旅 Immersive Tour的展具之中 我們希望在4E型時代下 大家可以在VR的沉浸式體驗裡 暫時抽離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再次的感受到行動的自由 並且激發持續探索世界的渴望 讓我們一起遊走在宿衛世界裡的山、海、河以及外太空 《沉浸之旅》作為島嶼重遊的第一步 我們將會在家分享熱線具有台灣獨特地景 特有生物以及文化元素的VR作品 在輪迴這個故事裡面 它讓你在很快的時間裡面去看說 你今天如果在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看待這個世界 整個故事我想要描述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再一次又一次 就是說我們人想要去前進、超脫 或者離開地球 但是呢 當我們沒有辦法把我們自己的業 所解決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每次跳躍回來 其實都還是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我們今天必須要去了解我們自己本身的存在 不是去離開 而是去理解 而去包容 夢境現實是一座備有沉浸式投影 並搭配AR頭盔 HoloLens 2 以及雷達感測器的多媒體互動劇院 結合多層次的硬體媒體 創造出多維度的體驗 透過Motion Capture的技術 捕捉台灣異想劇團的舞步 把台灣傳統舞蹈 透過數位動畫的技術 重新詮釋 很榮幸呢 這一次來參加這次的盛會 我們這次呢 幫台電拍了這支360的影片 是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那這個技術上呢 包含了360的實拍 然後它不僅是實拍 而且是立體 而且最重要它還結合了這個 實際上最夯的這個 穿梭機的預鏡飛行 那結合這三種技術 在一起的這個360粒裡面呢 現在基本上 市面上是非常獨特的 那所以可以讓觀眾 達到一個非常刺激 和身歷其境的360的一個 動感體驗 那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謝謝 在我的家鄉的海邊呢 泛著藍藍撥光的藍眼淚 形成這個世界十大的奇景 北海坑道呢 我們根據3D模型 1比1的建制 猶如呢 觀眾呢 你就可以使用 我們Vibe的Controller 不管是滑船 或者是激起這個 藍眼淚的光芒 然後呢 在坑道裡面呢 360度的繞行一周 體驗我的VR之餘呢 也可以來到馬祖進行觀光 散動光芒的放大機 上下作動 聚焦在下方的巷子上 回到用小眼睛看大世界的童年 瞬間 一切事物都放大了 都有趣了 世界變得無限寬廣 無限可能 回到充滿想像 充滿夢想的童年 在浮動的光影下 進入擺脫時間 空間的巨大童夢時空 启獨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Mina Barbier 我是一個 Documentary 劇打來自巴勒 可以嗎 座若在海裡 是一些技術的 它的厚良性 是藍 的縁 地方 從更新來的 diagnost壁 一個特色尖 藍 一個 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